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闪电从东边发出 直照到西边 人子降临 也要这样 末世 神再次道成肉身 降临在世界的东方 中国 1991年 末后的基督全能神 显现做工 发声说话 先后发表了 数百万字的话语 做了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 神的羊听神的声音 各宗各派喜爱真理 可慕神显现的人 听见全能神的话语都是真理 就是神的声音 认定全能神就是主耶稣回来了 纷纷归向全能神 然而 撒旦政权怎能允许神来在地上 发表真理 拯救人类 自从全能神教会产生以来 就一直遭到中共政权的疯狂镇压迫害 中共极端仇恨神 仇恨真理 妄图取地神的末世做工 多次下发秘密文件 调动武警 军队 镇压全能神教会 整个中国大陆 血雨腥风 黑云压成 天怒人怨 如今 所有家庭教会的基督徒 尤其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 正遭受着中共政府更为残酷血腥的迫害 他们用鲜血与生命 谱写了得胜撒旦权势的壮丽凯歌 也汇聚成了一部中国基督徒 饱受迫害的血泪史 2005年5月 初夏的上海连下了几场雨 气温骤降 让人感到几分寒意 这片夜里 乌云之城的帷幕 紧紧地笼罩着夜空 一场雷雨又将降下 让一下 让一下 前面人 让一下 上海市某医院 刚刚收治了一名重症患者 这名患者形容枯高 非常虚弱 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她的病情让医生们感到十分棘手 严重病血 打开静面疼道 陈医生 你看 这怎么回事 这么多疾病 患者家属 这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爸 我爸他在家园里被抽血了 赞美后手 您请去 这名患者叫于德辉 浙江省岳清世人 2004年 于德辉因信全能神尽本分 遭到中共抓捕 被判刑一年 所监期间 他遭到狱警长期强行抽血 原本身体健壮的他 变得极度虚弱 出狱后 于德辉被诊断为 重度失血性贫血 并怀疑有恶性肿瘤 辗转多家医院 都无法医治 无奈只好转到上海的大医院 住院不到两个月 医药费就花了十多万元 病情却丝毫没有好转 医生 这个就免了吧 医生 我求求你了 我爸已经转了几次医院了 他到底现在病成什么样子 你就给个实底吧 来 坐 坐 坐 你爸呀 医生告诉于家人 于德辉的病情很严重 医院也治不了 并暗示家人 于德辉的日子可能不多了 医生的话让于家人感到非常震惊 又悲痛不已 妻子王素云一听到老伴将不久于人世 他的心在振振抽搐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原本健健康康的一个人 坐监短短十个月 竟被残害到如此地步 于德辉是虔诚的基督徒 性格开朗 为人和善 在江苏淮安经营一家五金店 生意做得很红火 周围人都很羡慕 上世纪六十年代 于德辉就随母亲信了主耶稣 信主多年 他热心追求 弟兄姊妹都说他 有信心有爱心 2002年 曾一起信主的方桂兰 给于德辉夫妇传了天国福音 于德辉夫妇 读了许多全能神的话语 认出是神的声音 订真了全能神 就是主耶稣回来了 欣喜地接受了神的末世做工 是主耶稣回来了 感谢主 此后 他们常常读神的话语 明白了许多 以往信主时不明白的真理 也更有信心跟随神了 我 我不考虑 新生的道路多么艰难 我只一尊心 神只一位天职 我更不在乎 我更不在乎 以后世的福收获 激励下心之爱神 我求忠心到你 于德辉夫妇接受福音后 每天除了打理自家的店铺 还热心尽本分 不仅接待教会的弟兄姊妹 还把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传给曾和他一起信主的弟兄姊妹 让他们听见神的声音 接受神的末世救恩 老两口的日子 过得越来越充实 身体也越来越健康 尤其余德辉 亲朋邻里都说他 一点也不像六十多岁的人 夫妻俩都以为 这样的生活 会一直持续下去 耶 哇 太好了 太紧张了 好 2004年 中共发动了新一轮的宗教迫害 严厉镇压家庭教会 尤其是全能神教会 江苏省境内 以大批全能神教会基督徒被抓 还有很多基督徒被警察跟踪拍照调查 5月上旬 江苏淮安市清河区 淮阴区与清浦区三地的公安分局联合行动 对当地全能神教会基督徒实施了统一大抓捕 由于瑜伽接待过许多基督徒 余德辉夫妇遭到中共的严密监视 成了重点抓捕对象之一 谁啊 不要 不要 干什么 你老师 干什么你 给我仔细走 走走快点 又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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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 这都是教会的奉献款 这是我们本事 做生意的血汗钱 做生意的血汗钱 我们说这是奉献款 就是奉献款 全部没收 带走 走 当天深夜 警察把余德辉夫妇拉到了一个宾馆 这是啥 将他们分开 连夜进行秘密审讯 银行的密码是多少 搜 密码多少 走 走 走 余德辉看到中共警察为了侵吞钱财 如此卑鄙恶毒 不停地殴打折磨他 甚至惦记他的胸部 简直穷凶极恶 丧心病狂 他心中愤恨不已 不停地殴打折磨他 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想到卡里存的 算 是自己大半辈子辛苦赚来的血汗钱 到底说不说 余德辉怎么也不肯说出存款密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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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啊 不叫他 与此同时 王素云也正遭受着折磨 快说呀 警察逼他说出教会带领 与弟兄姊妹的名字和身份信息 他不交代 警察就二十四小时看着他 不让他睡觉 两天后 王素云血压升到二百 他感到头晕目眩 心计心慌 但警察仍然没有放过他 对余德辉的刑讯逼供还在秘密地进行着 中共警察不断地毒打 剥夺睡眠 让年老的余德辉无法承受 他感到自己似乎已到了死亡的边缘 被迫说出了存款密码 四十多万元的私人存款 全部被中共警察侵吞霸占 后来余德辉的儿女们 曾试图向警察要回被侵吞的存款 警察不但不给 还无耻地说 即使他们知道 那是余德辉一辈子做生意赚的钱 也要说是教会的奉献款 余德辉夫妇被抓几天后 他们的儿女和教会的弟兄姊妹才得知消息 众人都四处脱关系 想把夫妇二人救出来 家人花钱请客送礼 找到了当地官员 官员们当面收下钱礼 过后却无一人出面帮忙 这让余家人感到无比愤懑与无奈 来 坐 你们教会带领是谁 中共警察逼问出了存款密码 仍不放过余德辉 继续对他刑讯逼宫 无休止地盘问他教会奉献款 和教会带领的信息 此时的余德辉已遍体鳞伤 心里有些软弱 他默默地祷告神 向神立下心志 誓死也不当犹大 警察见余德辉不交代 就不让他吃饭睡觉 几天后 看他已经虚脱了 才让他喝了点粥 谁让起家 他们看不出了 不让他吃饭睡觉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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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老鱼 你能受得了这个苦 你老伴可受不了 你得想清楚 余德辉被非人的折磨了半个多月 始终没有出卖任何人 尽管他满身伤痕 身体很虚弱 可他更担心老伴儿的安慰 怕老伴儿再被折磨下去 会出人力 他想出了一个主意 抱着一丝希望 决定试一试 Touch 杀 杀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察没有在余德归家找到他所说的钱款 临走时 见王素云已奄奄一息 怕带回去 万一出人命惹来麻烦 便扔下他走了 素队 可他们不肯放过余德辉 余德辉被非法关押了一个月 转到了看守所 等待法院判决 余家人为了救他 又花钱脱关系找到了中共高官 领导 这事就拜托你了 是这样 政府早已经把这个家庭教会 尤其是东方散电已经定为邪教 中共官员告诉余家人 政府一直镇压宗教信仰 竭力取缔家庭教会 对全能神教会的抓捕尤为严重 信全能神的人一旦被抓 都是政治犯 谁也保不出来 2004年7月 淮安市当地法院 以利用邪教组织 破坏法律实施为罪名 在没有通知家属到场的情况下 秘密判处余德辉 有期徒刑一年 在余德辉即将被送往劳改农场的前夕 王夙云和家人一起到看守所探视余德辉 你怎么都瘦成这样的吧 孩子没有 没有报告 这是妈早上做的 你吃饶的 没事 你放心吧 回去和后的保护身体 爸没事 虽然丈夫说没事 但王夙云从丈夫憔悴的面容 和手上的淤青 看出她被抓的这段时间 受了不少苦 短暂的会面 反而让王夙云对丈夫更加忧心牵挂 老伴年纪大 还要坐肩遭受中共的折磨 她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住 与家人见面不久后 余德辉被送往江苏省某劳改农场服刑 她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从此进入了更加阴森恐怖的魔窟 怀安的雨季 天气显得格外阴郁 雨嬉戏历历下个不停 自从余德辉被判刑后 妻子王夙云挂念着丈夫的安慰 还忍受着身体的病痛 并承受着亲戚邻居的误解非议 每天忧心忡忡 以泪洗面 身心备受折磨 不久 她被查出得了高血压 住进了医院 家人为了让余德辉少受苦 到处脱关系 给劳改农场的狱警送礼 警察借机敲诈了他们不少钱 儿女们又给余德辉监狱的消费卡里 打了一笔钱 可他们没想到 余德辉根本没收到钱 也没受到狱警的照顾 反而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与残害 走 快 你们放开 快 拉开我 放开我 傻 走 拉开我 你们 你 放 放开我 我 拉开我 这花一会儿就好 原来在劳改农场里 于德辉长期遭到玉瑾强行抽血 据他出狱后讲述 他曾听狱中的犯人们说 这些血被玉瑾贩卖给了 造血功能受损的吸毒犯 但玉瑾究竟为何长期频繁抽血 这些血到底被用去做什么 于德辉和家人始终不得而知 频繁地抽血 使得于德辉的身体每况愈下 他时常感到头脑浑沉 心脏似乎也出了问题 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 加上狱中的饮食 没有一点油水 导致于德辉越发消瘦 身体也越来越虚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待见面的过程 对于德辉和家人来说漫长而煎熬 而每次短暂的见面 却让家人更加忧心如焚 在此探视丈夫时 王夙云心如刀绞 她强忍泪水 询问丈夫消瘦的原因 于德辉看着妻子担心的样子 仍然只推说自己吃不好睡不好 我没事 其实也是合适不好饭 睡不好 看着于德辉消瘦的模样 于家人都伤心落泪 他们猜测 于德辉肯定遭受了残忍的折磨 可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更无处含冤 回家后 王夙云更加忧虑担心 她每天像掉了魂死的 时常发呆 见到教会的弟兄姊妹 就说起于德辉的遭遇 方桂兰听了王夙云的哭诉 感到心如刀割 她没有想到 中共对老年基督徒也毫不手软 抓住了就拼命残害 简直丧尽天良 放开 放开 当时 宇德辉已六十多岁了 可中共警察根本不顾他的死活 长期对他强制抽血 抽血量早已超出了常人所能承受的限度 你们 坐下 放开我 老四两 你们为什么撤我的血 你们撤我的血 到底干什么 让你冲你就冲 你们这是犯法的 犯法 共产党就是法 你们 你们还是不是人 什么废话 别动 你先问 血碗都别了 没事 继续冲 你们 你求我爸冲了命 冲了命 新东方闪店的打死白死 老四 老四 余大辉 余大辉 出国 起来 打住他 日复一日的残害 如同惠之不惯的梦魉 让于德辉犹如活在地狱之中 他每天都恐惧战惊 不知道何时又会被强制抽血 而每一次抽血 都令他极度的绝望与惶恐 他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如果不是祷告神 他根本无法活下去 在劳改农场待了十个月后 于德辉的体重从被抓前的一百六十斤 降到一百二十斤左右 瘦得皮包骨 据于德辉讲述 他最后一次被抽了大约五百毫升的血 从那以后 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彻底不行了 2005年五月初 于家人突然接到劳改农场的通知书 说于德辉提前释放了 家人连忙去接于德辉 当监狱大门缓缓打开 他们看到一名容貌苍老 身体累弱的老者 一时难以相信 这就是日夜牵挂的情人 爸 爸 爸 我们回家 老爷 咱们回家吧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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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老爷 爸 爸 你怎么了 爸 爸 你怎么了 爸 你怎么了 快上去 咱赶紧上一个 爸 此时的于德辉十分虚弱 老爷 一直喊头骨 说心里特别难受 儿子 你快点 很快 家人就把他送进了医院 医生 等于情况怎么样 出来抓了 大夫 老于情况到底怎么样 请专家会诊 于德辉患有重度湿血性贫血 医生告诉于家人 于德辉需根据身体情况 及时输血 吃补血的营养品 并建议使用高价营养药 医生还怀疑 于德辉有恶性肿瘤 很可能是狱中恶劣的生活环境 和频繁的抽血引发的 对此医生建议 等于德辉身体恢复一些了 再做进一步检查 再做进一步检查 四十一号病床交费 为了给父亲看病 儿女们都拿出了积蓄 但长期高昂的医药费 还是让他们负担不起 于德辉得知了情况 心里很难受 为了不拖累儿女 便执意要回家 咱们回家吧 可儿女们坚持要给父亲治疗 此后又给他转了几次院 最后送到了上海的大医院 也无法医治 无奈之下 于家人只好把他送回老家调养 在老家 于德辉夫妇一直遭到中共严密监视 他们和教会的弟兄姊妹 失去了联系 于德辉为此感到很痛苦 病情越来越重 王素云的精神 也长期处于高压状态 不久 他的高血压病情加重 又患上了糖尿病 王素云 于德辉很担心老伴儿的身体 可如今的他 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 照顾老伴儿了 二零零七年三月 于德辉病情加重 于家已拿不出钱看病了 王素云 王素云 只好把最后一套房子卖了 又把于德辉送进了淮安的医院 王素云 你没事吧 也许是感到自己时日无多 于德辉告诉妻子 想见见给他们传天国福音的方桂兰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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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地天 全省将迎来雨雪前期 地温将失去下降 岁地将降 你好 请问 于德辉住几号房 于德辉 十七号房 这边走 好 谢谢 几经辗转 方桂兰终于找到了医院 她和教会的弟兄姊妹 早已听说于德辉的情况 很想去探视 但却一直联系不上 此刻 即将见到几年不见的老弟兄 她既期待又忐忑 她既期待又忐忑 当见到于德辉时 她十分惊讶 往日那个身强体壮 精力充沛的于德辉不见了 如今的于德辉 形容哭狗 瘦得像骷髅一样 一双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眶里 整个人都脱了心 edited by 叫声 雨滴兄 你受了不少哭啊 我受那点哭 不算傻 生了回来了 我那刚算傻 那是我最大的福气 余德辉已经虚弱的 连说话都快喘不上气 但仍给方桂兰 讲述了她被抓 和受折磨的一幕幕 听了余德辉的遭遇 方桂兰悲愤填膺 中共如此疯狂地迫害基督徒 真是天理难容 我就特别害怕 自己受不了苦 会把你交代出来 待我依靠上 谁也没出门 一个也没出门 当时我想 我又是把名单交代出来 因为我依靠上 我是可以回家了 可我依靠上 怎么交代 对弟兄姊姊 不好交代 对沙 刚好不好交代 沙毫不由达 所以 我就一个人靠着 什么也不说 他死我也不说 我也会伤 再做剑伤 祝愿集结 医生发现余德辉颈部的淋巴肿大 疑似癌症 就进行取样化验 但化验单还没出来 余德辉就开始出现一时模糊 时轻时重 四月十八日 余德辉再次病危 脑子一时清醒 一时糊涂 他似乎预感到 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 执意要回浙江老家 待会儿老爷怎么样啊 待会儿老爷怎么样啊 待会儿 对不起啊 人已经走了 救人老爷 大郎 2007年4月21日 刚到家半小时 于德辉就停止了呼吸 发手人寰 十年六十四岁 于德辉死后 于家人怕再遭受中共的迫害 不敢打官司 他们只得忍气吞声 含泪埋葬了于德辉 又一名基督徒受尽中共的残害 含冤离世 于德辉的案例 只是冰山一角 中共残害基督徒的罪恶 庆竹难输 早已欠下了累累血债 中文字幕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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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栏组筹 他和丈夫 仅仅是信神尽本分 就遭到了中共的抓捕迫害 一个美满的家庭 从此彻底破碎 只剩下永远无法平复的伤痛 与无尽的哀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